南韓總統古警惠昨天抵達紐約 展開六天的日內首次出訪 他將於明天與美國總統歐巴馬舞台 就朝鮮半島局勢 海美同盟等議題交換意見 預計將發表海美同盟60周年聯合宣言 日本西域縣從昨天中午開始 一處林地發生森林大火 直到今天中午火勢才得以控制 幸好沒有傳出人員傷亡消息 西培亞馬德里進行航空展 昨天卻發生墜機意外 一架舊式小型飛機在現場3000名觀眾目睹下 疑似撞到電線突然從高空墜落地面 集中建築物後產生巨大火球 英國王室內幕人士說 阿里跟朋友透露威凱第一胎是男的 阿里因為快要當叔叔太興奮結果說溜嘴 據傳王室核心圈都已經知道第一胎會是男生 王室成員忙著採買給男生的禮物 新航亞太電視總理報導